朋友们好,我是长工 最近呢,武汉肺炎来势汹汹 武汉封城北京上海也受到很大的威胁 专家认为这个武汉肺炎跟当年的SARS是同一类型 不过它更强悍一点 柯文哲说,武汉肺炎是SARS的弟弟 那说到SARS,我就想起这个17年前的SARS 当时发生的时候,SARS在大陆叫非典 非典型性肺炎 那有一个朋友,有一个鸟友 因为SARS而受惠 这奇怪吧 SARS怎么会因为SARS而受惠呢 这位朋友,这位鸟友姓胡 他在大学里面教了几年的书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沈阳,东北沈阳市一家证券公司的总经理 他很喜欢这个生态摄影 2002年6月 他第一次踏上这个石层岛 到行人图 赛Those that way 什么气 然后在一个机缘之下 有人跟他介绍认识黑面平路跟黄嘴白路 就是唐白路 在行人头上面就这两种非常珍惜的鸟类 他从那时候开始就非常喜欢黑面平路跟黄嘴白路 因此那以后他就经常有空就往行人头跑 2002年的过年的时候还跑到深圳 他听说那边有黑面平路 在那边渡东 所以他又跑到深圳去拍这个黑面平路 之后他就准备来年2003年的春天 黑面平路返回行人头的时候 他去好好拍一拍 2002年的时候 他上岛认识了一个中科院的一个博士 W博士 因为这个行人头是在1999年被发现 有黑面平路在那里繁殖 还有唐白路 所以受到中科院的重视 有博士 有博士在那边专门做研究 那这个博士跟他讲 你要拍好这个鸟的话 你一定要先了解他的习性 跟他生活的规律 你要研究 才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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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看了各种的书籍 他又发现这个大陆这种 有关黑面皮路 黑脸皮路的研究 资料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他就 自己去找资料 然后也看到了 那个王老师的画册 然后他自己准备的 那个伪赃照 就想说自己拍的时候 尽量避免去干扰 鸟的自然生态 所以他做了 大的有小的 适应各种情况的伪赃 然后他每次去的好几天 就住在那个岛上 那个岛上 是平常是没有人住 但是因为养殖业的关系 会有人在那边看守 所以岛上有人住 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 他跟那个博士两个人 经常住在岛上 到了2003年 4月份 他要上岛了 上岛那时候的SARS SARS是2002年11月16号 爆发出来在广东的顺德 然后很快的蔓延开来 到三四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影响已经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在岛上的时候 就被限制了不能下来 因为他一直都在跟鸟 鸟类在接触 近距离接触 不能下来去跟别人接触 那有人跟他 每天跟他送饭 他就在那边拍鸟 哇 一个多月的时间 从早到晚 都在那个岛上拍 你说这有多爽啊 所以他能够让这个鸟习惯他 而且他自己也很有这方面的意识 就不许打扰他 然后很快的他们就很熟了 所以他就从早到晚这样拍 拍了非常多精彩的作品 虽然他是前一年才第一次拍这个鸟 但是因为这个时间这么充足 而且整天都在那里拍的作品 我看也是也相当的 相当的不错 很好 结果下 下来以后 出了一本书 行人陀上的黑脸疲露 非常精彩 文情并茂 主要就是记录这个 黑面疲露 他们讲黑脸疲露 还有这个唐白露 黄嘴白露 这两种 两种珍稀的物种 然后 2006年 他又出版了 又出版了一本 就跟王老师两个人合出 写咱俩个故事 写咱俩怎么交往 我写 我在大陆水平 怎么样 还黑脸疲露 是不是 完了再写个谁呢 写那个就是张 就是咱第一个发现 黑脸疲露 那个 番绝帝 那个叫张 我现在还跟着 就张 就那个张和氏 现在是中国能科院的那个 他代表他 反正不是发现黑脸疲露 把这个过程写一下 把再想请辞写一下 再想请辞就是咱们那个 林副明 中科院的首帝鸟立正将 这五个人各有特点 第一个人是高层的 往来是往来的 第二个写咱俩个故事 第三个是我自己写的 第四个是怎么发现黑脸疲露 蓝之地的 第五个是写什么黑脸疲露 在中国 就是从专家的角度来写 这五个方面好不好 这方面 而且这都跟所有人 都是密切一下 都有关系的 是不是 跨越海峡的飞翔 因为台湾有二分之一以上的 黑脸疲露 就在这边渡冬 然后 行人驼那时候是中国 唯一的发现的繁殖地 后来又加了一个元宝岛 那这两个 两个地方的一个联系 他用这个鸟 那这边是胡先生的作品 这边是王老师的作品 一本书 就两个人的作品 都是讲黑脸疲露 这也是非常精彩的作品 所以啊 一个人的境遇 这个机缘呢 实在是妙不可言 你看一个喜欢拍鸟的人 刚好在那个时候 被这个限制在那里 他本来要上班 还会去上班的 现在不用上班 限制在那里 然后有人工吃工住 从早到晚在那边拍 那个他喜欢的鸟 这个多爽啊 咱会去上班 咱会去上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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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